好,玩具TV回來了 上星期是否德哥已經介紹了一次這個競技大鼓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介紹 但玩到一半被人了,連接砲都還沒玩 你幫我補飛,玩玩的嗎 由於時間關係,我剛才摸都摸了一段時間 德哥說得沒錯,的確是需要時間去揣摸這個機械 看回盒子,由火焰大鼓和勁力大鼓合體 就看到這個超級火焰大鼓 這個盒子是非常漂亮的 好,看回這次的產品 因為上星期已經完成了勁力大鼓變形一次 這次主要是講合體的部分 你看到已經裝了無限砲在肩膀上 你就看到無限砲和勁力大鼓合的連動 當然它都可以裝在火焰大鼓合身上 待會大合體的時候就裝給大家看 以合體來說,今次它的設計重點 就是在機械人的外觀和大合體的外觀 所以它的下半身是完全變形的 但上半身手臂的部分是有少量拆件的 這是它今次遷跡年的演繹 但是遷跡年盡量將這個剩餘部件完全收納 雖然有些部件會拆除 但最後是會完全收納在合作體的超級火焰大鼓合身上 擺了出來的就是這個完全變形的部分 變了有一些組件 例如背部已經是 預先是合體的胸口 因為它有一個黑色的組件 可以遮蓋著就看不到這個 那我就以完全變形為目標 這次就是用這個形態開始了 好,首先我先將這個磨痕棒拆下來 而根據它的合體是會背對背的合體 而背對背之後 即是你記得的大鼓就會將自己拆散 成為了它的強化的配件 自己彈上天空散 首先如果要先預備 就將火焰大鼓某些位置 會方便我變形 首先兩個雙手要先拆出來 就將這個消防車和救護車拆出來 就變回救護車和消防車 然後就把它收回腳底下 本身在增補客機的形態 它都可以收回 不放進去都可以 合體 不放進去 但完全合體 就可以將所有東西 沒有剩餘部件 我先將它們收起來 它裡面有一個東西頂住 變成收起來之後 它是不會掉下來的 不會掉下來的 它和背部都要先變成 做增補客機的尾部 去變形 所以我這個也先變成 大致預備都差不多 如果方便 如果方便 可以將其中一個引擎 移到外面 合體後便會比較有型 它旁邊的洞 就是如果把它拆開 移到旁邊 對 但不移 其實都可以 沒那麼漂亮 其實都可以 沒有所謂 這樣 好 還有就是 頭部 要拆了兩個小液 兩邊耳朵不搖 對 預備的狀態 就差不多了 為了方便 我先將這個無限拍部件 裝在屁股上 一會兒 合體的時候 就不用那麼麻煩 攝來攝去 現在就先預先裝了 好 這就是合體預備的狀態 好 接著到 勁力打鍋 基本上 要將四支完全拆下來 這樣便最方便便認 說明書 好像沒有特別說 拆四支 還是怎樣 我問一下幾個 有拆四支 連背包也拆下來 就是把這兩個耳朵拆下來 就是把這兩個耳朵拆下來 建議這個 其實是一個比較美觀一點的收納形態 其實作用不算太大 但是叫做 合體之後會美觀一點 就是這樣 其實分別也不算很大 但是它就是 把肩關節反轉 建議是這樣的 官方是這樣的 然後把頭部 抬上去 就預備了變形的形態 這個跟背部結合 揹著 是這樣的 一直在看Dick變形的時候 也要提醒大家 不妨再給一個Like Share Subscribe 和留言 多謝 多謝大家看 現在這個大合體 好 接著到腳部的變形 腳部的變形 首先在背部 腳背這個收起來 然後把大腿收起來 這個提醒大家 因為這個大腿是噴色的 你要很小心 尤其是你下大合體之後 最好不要拖在地上 因為它會碰到地上 對,碰到地上 所以它是有機會刮花的 提醒大家 所以要看Dick霸變形 這些就是直租的 對 就是舌頭的地方 我已經預先和大家舌頭 舌頭了 這就是試毒 傳說中的試毒 所以看到Dick的眼腔 裡面有兩盒眼淚 再反對這個合體的位置 這就成為了合體的腳部 就是因為它這樣 所以白色的地方 對,就是地上的 很危險 這個很危險 收起這個腳部 其實勇者的合體相對 你覺得是否比較像變形金光 又不是 變形金光 反而少這種合體 不過這個算是源自史達的合體 對 因為玩它這類型的變形 我都覺得比玩衛機舒服 對 好,雙腳大致變圓了 好,接著就是合體的時間 在這裡有一個正方形的筍位 對回去 你對回腳尖 再對回這個正方形 放下去就可以 做得實 對 增高蟹尖 沒錯 這邊也是一樣 是嗎 Chris Chow 說 很喜歡看Digba 玩大合體和變形 正 正 好 好 那就合了腳的部分 再提醒大家 它白色的部分 是碰地的 如果你這麼長 你就自己 GG 自己準備保佑 好 接著剩下就是手部的部分 它可以變回拳頭 因為它是外形 重視變形的外觀 所以它這個部分 選擇組為拆件 更好 那就先把結甲 再把手拔下來 這部分是剩下的 但是千色年很細心地把它收起來 一會兒告訴大家 很重要 對 接著這個 再把手拔下來 再把手拔下來 這個手拔下來 就收回到這個位置 這樣就補回這個洞 然後按這裡 吞下來 它的補洞位很細心 有一個順位 你就可以把拳頭放進去 挺好玩 你覺得它有難度算不算 變形的算不算很複雜 單體複雜一點 下合體不算複雜 這就是合體的手部 另外一邊手也是一樣 它沒有特別把前和合體後的新手頭的比例 有很大的分別 這個是變形機械人來說很成功 單體的比例又好 結合後的比例又不會很突然 這其實很難拿捏 好 完成雙手的變形 這隻的爪子還是重開爪 是 那我就把它裝上身上高 裝上身上的平衡應該會比較好 重量 沒有那麼容易向後傾 它的右手會很重 因為有一個大爪 這個是比較實的 用少少液去擦多幾下才能夠浪費 但是在畫面的結合 其實是不是那個構造不是這樣 是 這個其實跟舊一點 好像連體鷹一樣 好 然後再裝上另一隻手 那就完全不會浪費任何的部件 很可憐 Chris Chow 師兄說 有所扔的就是火焰白 有Carol時候有的 那二三白就走不掉 然後 剛才說的腳部 我們看看腳部 這個腹帶的部份 就可以把它移出來 不要緊 出來是甚麼事 有師兄說這個是自製戰損 偏然戰損 然後把手的部件 把手的部件收在這裡 對呀 保留 好有愛 Chris Chow 問 和SMP比較 有甚麼評論 我已經放棄了SMP 你沒有玩過 有 但SMP是不行的 垃圾 那還未至於垃圾 撿了東西 對呀 他就可以這樣把這個 剩原部件收在腳部的部份 亦都同時間增加了重量 這樣就會 玩起來就更加穩陣一些 因為還未合體 所以現在的重量暫時還未好平均 但是阿迪正說那個憂慮必然存在 即是腳底底的白色磨薑 磨薑 必然存在 因為它不是全部收在裏面 是的 它都突出來 所以它是必定磨薑 這裏比較好 這裏是布 剛才那裏不是布 然後你見到剩下的就是胸口的位置 即是鷹 這個就沒有難度 胸口的位置也很貼心 這裏有三個 打開了胸口有三個筍位 剛才火焰達菇拆了耳朵 其實可以收在這裏面 四隻耳朵都放進去 就有剩餘部件這裏面出現 這個難得 真的要小心 你這些地板精靈最喜歡這些東西 收了下去 接著就吸在他的胸口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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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英偉 放進去 放進去 最後就是要安裝耳朵 我建議炆出來會比較方便 對 不要因一時之快 我就安裝了再插上去 我問在洞瓦裏面 那種釣雞 貼在右手洞上去 是一個上路的兵器 對 是一個兵器 好 接著就是把 無限炆 放進去左邊的架底 它有一個這樣的組件 這個組件 就把它 塗進去PC膠 這樣 放進去 然後就放進去腰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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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次多謝 Hochisupy Shield師兄的支持 對 Hochisupy Shield師兄 那隻Super Mini Plant 就是 垃圾嗎 會容易膠會白化 你邊形其實 對 又未必一定會令到關節路損 還有Super Mini Plant 我想也不便宜 好了 最後就拿回大劍 大劍是抗屍劍 無論個體兩件機械型態也好 大合體之後也好 相對完全可以保持可動性 這不是一般的合體玩具 解答一下Walker 勇者指定 是嗎 是 機設是大合原的 是 好了 大合體其實也算穩固 我單手開 其實還可以 懷孕也不可以 懷孕是耳朵有少少 粒粒粒 可能輕輕加固 就會沒什麼問題 外形都贏了 大合體之前 可動也不算太大影響 如果你覺得這個胸口 會影響可動 沒有問題 你把它拆下來 裝在飛機上高 就不會影響可動 這招真是絕 真絕 其實有這麼多不同的廠牌 出用者 用者指令這個產品 暫時的最高點 因為它的重量 外觀真的很漂亮 那兩盒加起來是多少錢 四千多 但是不同的取向 如果想便宜一點 GOOD SMILE便宜一點 應該二千多元便可以買到合體 但是 暫時 原本也差不多 不是 你連腳腕都很細心地 用這個位置做腳腕可動 變成貼地性 其實向前動 向後動都可以 其實也不是彈的 你裝了無限炮 擺姿勢反而有些障礙 所以在玩的時候 不妨就不需要裝無限炮 轉多一個圈 給大家收工 擺一個漂亮的姿勢 還能否擺到BOSE 擺到的 擺到無限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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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又玩得很準 我們還有一節 我們再說 Dixon要拆了機器 先說完嗎 也要拆了 我們先說完 我們先說完 反正他也要收工 你又快拍了 好 說什麼 我看忠哥說什麼 關鍵前 王精那裡